有人說是否要搞聖誕派對 其實我們現在找到一個很好的場地 可以延開50席 最適合我們的要求 100席太多了 50席 再歌再舞 有舞台、音響、什麼都齊全 而且有海景 還有交通便利 其實真的挺好的 但是在這個社會氛圍之下 搞這些純粹的聖誕派對 也狂歡不了 就似乎實在太過離譜了 跟誰的心情狂歡 我覺得這件事未必會搞 12月我們會否搞開放日 全都要靠 因為我們那邊裝修好 其實好像我們現在的地步 我們裝修好 我記得放了兩、三個月立即租 然後才搬過來 我們一起視乎 究竟設定好了嗎 否則未必有時候 也不需要特別趕 最重要是我們現在的流程是順利的 還有開放他們的官司 就可以盡快結束 因為我們要放多點時間 去從事我們的刊物 希望刊物正式快點出版 快點成為一個 其實我認為不需要 不過我再說多次 他們認為是需要的 那我就達到他們的要求 這樣而已 希望12月初就可以出版了 應該可以的 一出版就立即出版了 因為全部的記者說 你很想快點把他做直播 我也很想 但我把記者證都被人收起來 是嗎 其實你的記者證是比較兒戲的 老實說 他們一直在做這些事情時 我沒有任何參與 其實做這些假 不是說做假的 這是我們發出的 我真是天生的 我真是天生就認識的 我要說那次我在小五、六的時候 就已經成為一個偷單車的能手 而且我最漂亮的一次偷單車 就是用別人的手冊 偷了三部單車 真的很刺激 我說過不再說了 真的很過癮 我真是天生就喜歡做這些 真是作藝的東西 我騙到別人覺得很快樂